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在国中学音试分解并没有要去处理太难的题目 不过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 就是不小心考卷出得难一点 那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将来会念到高中 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高中可能就不会再教了 那现在很多高中就是 他们会利用暑假 就把学生找来 然后就是上那种 以前会在国中教的 那后来国中不教了 那因为其实高中 现在高中又学得比以前的高中难 但是国中学得比以前国中简单 所以就导致说就是很多课都会挤在高中要上 他们一方面又要先修 原本是大学才会去修的 比如说统计啊 比如说比较复杂的矩阵啊 那另外一方面 国中像这样子音试分解的课程又被删减掉了 所以他们就会挤在暑假上 或挤在第一次段考 那为了避免学生突然就被很多知识轰炸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在国中把他们交一交 来看这里 这个音试分解解这一题呢 那其实有这种题目出来的时候 它就算是很难的题目了 那它可以怎么做呢 它可以这样子 这个x44加x平方加1呢 你可以帮它补一个x平方进来 让它这里变成2 x44加2x平方加1 开一点 变成x44加2x平方加1 那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补嘛 就要把它扣掉 那之所以可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你会留意到我们前面凑出一个完全平方式 这是x平方加1的平方 后面也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哦 它就是x的平方嘛 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a平方减b平方式 a加b乘a减b 所以结果它会是 x平方加x加1 去乘上x平方减x加1 想不到吧 那这一题跟上面那一题是一样的意思 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开的 其实它是可以解开的 它这个 你帮它跑 这一次的这个系数是4 刚才这个是 扫1就会凑到2嘛 所以我们补1又扣1 这一次它的这个系数是4 它中间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有加144 所以我们可以帮它补4 它会变成是4x4次加4x平方加1 再减掉那一个4x平方 所以它会变成2x加1的平方 再减2x的平方 所以a加b乘a减b 这里有平方 所以a加b乘a减b 所以是2x平方加2x加1 2x平方减2x加1 这样 可以吗 然后来看第三个 这样子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想到 只是就是要麻烦写一点而已 它就是一个4次嘛 那4次是2次的平方 所以它就是一个a平方减b平方 a平方减b平方会等于a加b乘a减b 所以是x加1的平方 加x减1的平方 乘x加1的平方减x减1的平方 那后面这里又变成a平方减b平方 又是a加b乘a减b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其实是a加b是2x 然后a减b是2 所以结果是4x 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就是a加b平方减a减b平方 减出来是4ab 所以是4x乘以 前面这里 那两个对减是剩4x两个对加了 就是剩这个a加b平方 所以它前面这里是这个 x平方加1 这样 那剩这个a平方加b平方 所以剩这个2倍 所以是8x乘x平方加1 这样 这是这一题 再来看下面这个 那这就一样的道理 2x 减 x加y 减掉x-2y 那 它就是a平方-b平方 所以就a加b乘以a-b 它a加b的时候是3x加3y 它a-b的时候是剩x-y 那我们一般习惯把这个3抽出去 这样子 可以吗 加一下上 对 对 好 那你想说 欸 x加y乘x-y 哦 x平方-y平方 不用 因为我们要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话就是要变成连续乘的 所以你再把它做成这个x平方-y平方就不对了 好 那么这一集呢 这个来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电视上面听到一个词 叫做 一句话 叫做劣币驱足良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这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意思是不好的东西 淘汰掉好的东西 比如说啊 你假如去药局 你说这个 欸 我感冒耶 我想要买什么什么 感冒不准 假如说 假如说 这个我过敏耶 我想要买什么什么 那这个老板就会推荐你 啊 就买这一款 就买这个 假如说这是药 就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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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什么他会推荐你这个呢 通常不是因为这个真的好 通常是因为什么 通常是因为他 他老板会推荐你的 通常是因为这个 对他来说利润比较高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假如有 两种商品 比如说我 你们会发现有些老师 一直在用这款 立可带吗 这个我不要秀牌子 以免打广告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款立可带的粘性比较强 所以他拉起来的时候 不会跟着 那个白色的 不会跟着上来 但是他比较不好找 而且他的同一个品牌的其他的利可带 更不好找 那为什么呢 假设我现在有两种利可带 这一支利可带比较贵 那你想说比较贵 那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不见得 可能他的成本是10块钱 那老板要卖12块 我另外有一支利可带 成本只要5块钱 老板卖10块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是越贵 对老板越有利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比较贵的 其实老板只赚2块 这个老板赚5块 那久了之后呢 老板就会 有客人来说 老板老板我要买利可带 老板就会推荐这一款 就是这一款都一样嘛 都是利可带嘛 去药局 我就说你假如去药局 你说我过敏 老板就跟你说 都一样啦 这个跟你说的那个都一样 买这个啦 那我们都比较常推荐客人用这个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不是基于 专业的知识 我们也不能说老板黑心啦 但是又是 因为通常 通常都是因为这个给的利润比较高 那像我刚刚说 利可带就是 你现在去书局就 以我们那个年代的角度来看 现在书局上面的很多文具 都有点杂牌 就 就是说不是大品牌 为什么 因为就是大品牌给的利润比较低 那新的品牌给的利润会空间会比较高 那是不是一定比较好用 不见得 这个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那其实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只是要教大家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为什么要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币啊 它其实是用金属做的嘛 那以前人的钱币是铜钱 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孔 叫孔芳凶 以前人的钱币是铜钱 然后这个铜钱要用铜去注 所以才叫铜钱 假如今天我这个钱价值一块钱 他们以前是讲文 一文钱这样子 假如说我这个钱是价值一文 这是一文钱 可是我在铸造这个铜的时候 铸造这个钱的时候 我光是用他的那个铜 就用了 假如说有0.8 这样不好算 我们画整数 假设我的这一枚钱是10块 假设我这枚钱是10块 那我光去铸造他的铜 成本就用掉8块 那我当然不可能说一个铜钱注出来 当成10块用 结果里面的铜价值12块 那就赔本 大赔本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是 不会这么重 太赔本了 我一个铜钱 假如说10块 那我铸造他所使用的铜是8块钱 假如说是这样子 那我就定了这种钱 这个蓝钱 蓝钱 蓝钱一枚价值10块 那里面我铸造他的铜的部分是8块 那可是我还要 我可能还要生产 我还要工 还要成本 还要怎么样 所以差不多 不赔 没有赚 后来政府又推出了另外一款 绿钱 绿钱一样是10块 可是呢 就是政府在推出绿钱 为什么会推出绿钱 通常是因为铜块用完了 这个在中国很常发生 就是铜块要用完了 只好推出另外一款新的钱 这款新的钱 里面的铜只有6块而已 就是6块做出来的钱 但是我把它当10块再用 那相较之下 原本的这种钱 它含的铜量比较多吗 这种钱含的铜量比较少 所以下面的这种钱就被称为劣币 上面这种钱就被称为良币 就是比较好的钱 下面就是比较烂的钱 如果今天这两种钱同时在市面上流通 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你想想看 如果你拿到了两枚钱 一枚是价值8块的蓝钱 一枚是有8块钱铜的蓝钱 一枚是绿钱 那你会怎么处理 那我们慢慢的这个 我刚刚讲说这个铜价 这样子这一块是值8块钱 可是铜价是会变的 通常这个铜价就会慢慢的拉高 因为我们会拿来注钱 所以后来钱铜才不够用 那当我拿到蓝钱跟绿钱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 我一样要付钱 我付出去绿钱 就付掉了6块的铜 那付出去蓝钱呢 就要付掉8块的铜 那我要付给人家 当钱用的时候 我当然是付绿的 假如今天我要买饮料 我要给10块钱 我当然是优先给这个绿钱 那蓝钱怎么样 留着 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如果我家里自己有 这个古风炉 那个野铁用的古风炉 我就把这个8块的蓝钱留着 怎么样 溜到古风炉里面去 滑滑滑 重新去冶炼它 然后让它重新变成铜姜 然后再重新倒一个抹空 又是一个圆圆的方方的孔 这样子又是一枚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蓝钱 如果我有这个技术的话 那因为以前的人的这个 以前政府的造幣技术没有太复杂 一般人不是仿制不了 不完全仿制不了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久了之后 一般人就会把这个蓝钱融掉 融掉之后 一枚蓝钱就可以去换出一枚绿钱 加上价值2块钱的铜 对不对 所以我干嘛要去花蓝钱呢 我只要把蓝钱融掉 就可以换成绿钱 然后价值2块钱的铜 就是我的 我就净赚了 所以我就干脆到处去跟人家收这个 10块钱的蓝钱 到处去收 收来之后融掉 然后换成绿钱 那还是10块啊 然后铜我就留着我就赚了 所以慢慢的市面上 就会慢慢的看不到蓝色的钱 只剩下 比较差的绿色的钱 这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就是市场法则有的时候会让烂东西留在市场上面 好东西反而它就被人家用别的方式换掉了 它就不会出现在市面上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那在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很多次 在清朝也有 在汉朝也有 我们前面介绍到这个汉朝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在西汉就有有名的这个盐铁论 它是一场辩论 然后辩论完之后把这个辩论的结果记载下来 那关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讨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西汉最后被王莽篡汉 王莽篡汉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王莽是一个很有理想性的人 而且想必也很能干 只是他的个性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啊 那这个如果没有缺点可能也没有 如果他个性上不是那么的冲动 和我觉得有点想太少 可能也不会那么大胆的要去串汉 他就是觉得他不满当时的情况他要改变 所以他在串汉之后他继位之后呢 就进行这个避震的改革 他觉得当时的货币用的不够好 那要怎么改 你会发现王莽的很多的改革方案 包括避震的改革 包括土地的改革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小缺点 就是说他瞄准到了问题 他知道问题 他提出来的问题的确是不好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这个 失业率过高 假设这样子 那可是他提出来的方案 不够 就是没有很用心想 他看到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解决方法 可是他就把前朝推翻掉 比如说我现在说 失业率过高 所以我就发起革命 所以把现在政府推翻掉 我来当总统 我来当总统的时候呢 那失业率过高 问题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啊 那好吧 那每个人都有工作 所有的老板都一定要发薪水 而且要发很高很高的薪水 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老板都跑掉 然后结果每个人还是失业 然后大家就把我赶下台 然后王莽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读书人 然后他也很有行动能力 所以他成功的这个推翻了前朝 可是他就任之后 他用来解决他想发现的那些问题的方法 其实都有缺陷 然后他这个人呢 个性上有一个小小的盲点 就是他上古 对于那一些他没有办法想到怎么解决的问题 他就会想到说 听人家说周朝 那个孔子啊 他们 他们那个 汉朝不是 独尊如素嘛 那孔子他是最 最欣赏周朝 尤其是什么 周公那个时代 西周时代 他说 听人家说周朝都是怎么样的 那不如我们就照这样做吧 所以呢 他对币政的改革 他对于货币问题的改革 他提出什么方式去改革呢 他提出说 我们不要再铸钱币了 你看铸钱币很多问题 我们改去做五种不一样的货币 所以他那个时候恢复什么 布钱 刀钱 恢复各种不一样的货币 他觉得说 只要我们学习古人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结果也没有 对 结果问题也没有迎刃而解 那 反而因为新政的推行 导致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 因为你突然之间 就多了五种不一样的货币 要怎么换 然后要 这五种货币要怎么防伪 要怎么保存 有的很重啊 刀钱很重啊 对不对 那所以导致这个市场经济 因此反而是被打击 大家都不知道交易该负什么钱好 那这个是王莽的避震 所以 有理想啊 可是他的这个对实践的方式 研究的太少 好 我们这一集主要呢 来跟大家 就是要介绍几个这个 不 比较复杂的 因此分解的方式 然后先聊 然后这是我们这节作业 来看一下喔 这里有一个多项是 这一个乘这一个 中间这个是乘 这一个乘这一个 它展开来之后 请问常数项是什么 系数核是什么 X17次项是什么 奇数次的系数核 第六次项跟X项的系数 合起来是多少 X22次项的系数 其实这个不难啊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角度 想一想 再来 求解下列各方程式的X 把它解出来 那这个我们下一集 主要会来交这个部分 但是你们现在应该 就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我有一个方程式 他是用X-1乘X-2 乘X加2乘出来的 这个左边是这样子 展开来一个多项式 然后他等于0 那请问他的解会是什么 那大家要去想想什么叫做解 什么叫做解 想想看这些方程式的解会是什么 我这里有提示 求解 什么叫求解 就是找出能让等号成立的X值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